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掌握到的關鍵事證 其實就是劉承昊的手機卸了底 從健身房摸凶事件到開槍 劉承昊始終都說是私人糾紛 但專案小組攻破他的手機 發現劉承昊在翻案後 利用iPhone FaceTime 撥打好幾通電話給一名代號 老K的不明人物 儘管對方都沒有接起電話 但警方懷疑 這似乎就是完成 拘殺任務的回報動作 也鎖定這名未落網的神秘人物 是不是覺得被館長羞辱啊 還是有其他指使者 警方還在劉承昊手機通訊錄 發現裡頭只有存一組號碼 竟然就是他投案後的委任律師 警方研判這起槍擊案 絕對是精心涉局 這項事發後 還有保和會成員得意忘形 像其他堂口兄弟炫耀 館長算什麼東西 還不是三粒子彈救倒了 保和會犯案傳言 也迅速在酒店傳開 也讓警方逐漸掌握關鍵機陣 要揪出幕後真凶 三粒鼎尾捷這場玩家狠 特不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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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